人狠话不多 国际我普哥 临日来 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工程拔债 让整个世界都看到了普京的霸气和魄力 尤其是乌克兰这两天发起的全舰大反攻当中 俄罗斯可以说打得可圈可点 没有让乌克兰军队占到半点便宜 反而是死伤惨重 此时的俄罗斯部队在这一轮的反击大战当中 早已经洗尽了哈尔克夫惨败的耻辱 用一场又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让乌克兰和美国和北约一步一步陷入绝望之中 就连一些西方反俄及先锋都纷纷发出哀叹 称要战胜普京太难了 虽然这是一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整个世界都能看得出来 在最近的战争当中 德国的鲍尔坦克 英国暴风阴影导弹纷纷亮相 再加上大量西方雇佣兵下场 这其实就是一场俄罗斯和美国北约的重磅厮杀 所以这场战争 俄罗斯才打得如此的艰难 但是 有些慢热的俄罗斯已经开始逐步稳住阵脚 开始在顿巴斯全线发力 并且是越战越勇 不但在顿巴斯战场上重挫美国和北约等西方国家 同时更是让美国等西方国家 长期以来的五大不败神话统统破灭了 一、爱国者导弹不败金身 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那可是世界上赫赫大名 尤其在伊拉克战争当中 那可是大展神威 号称不败神话 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价格高达数十亿 美国更是靠着爱国反导系统在全世界卖军火 赚的是盆满钵满 但是这场乌克兰战争就不同了 在俄罗斯和美国在基辅的防空对决当中 美国的多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被俄罗斯直接打爆摧毁 也彻底终结了美国爱国者导弹的不败神话 也在告诉整个世界 在绝对强的火力面前 再强的防御系统都有被打爆的时候 而俄罗斯摧毁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时候 除了用了匕首高超声导弹之外 还称用了一种不能对外公开的神秘武器 这让美国这些盟友们都胆战心惊 二、英国的风暴阴影导弹 风暴系列导弹那也是英国的看家法宝 英国曾经信誓旦旦地声称 他们只需要三枚风暴阴影导弹 就能击毁克里米亚大桥 在不顾俄罗斯的强烈警告 执意从援助乌克兰风暴影音导弹之后 然而 这个被吹得深呼其神的英国暴风影音导弹 在面对俄罗斯时却是现出了原形 不但战场上表现平平 更是被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多次成功拦截 也使得英国吹得这个牛不攻自破了 三、德国的鲍尔坦克 鲍尔坦克那可是在西方国家有着鼎鼎大名 由于其超强的战斗力以及耐造性 那可是世界上坦克的强手获 单价可达800万美元一辆 一开始 德国并不愿意拿出如此王牌产品捐助乌克兰 奈何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德国不得已才向乌克兰援助了坦克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在这次俄乌大会战当中 德国的鲍尔坦克更是损失惨重 轻易的就被俄罗斯反坦克武器直接给撕碎了 这其中除了乌克兰的地形复杂 黏土泥泞不太适合鲍尔有些吃亏之外 还有就是俄罗斯反坦克武器的厉害了 四、西方雇佣兵 长期以来 在一些西方大片当中 常常都是西方雇佣兵神出鬼没的身影 他们杀伐果断凶狠残暴 往往无所不利 但是那都是在七零小国家的时候创下的辉煌 这一次面对俄罗斯大军的时候 他们也彻底栽了 无论是在顿巴斯前线 还是在比尔格罗德战场 或者是刚刚的扎波罗热反击大战当中 冲锋在前线的西方雇佣兵们更是死伤惨重 不败神话是彻底破灭 还是应了那句话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在绝对实力面前 这些武装到牙齿的西方雇佣兵 也只不过成为这场俄乌战争的炮灰而已 所以这场俄乌战争 不仅让西方国家之前的牛皮神话纷纷现行 更是打出了一个军力突飞猛进的俄罗斯 恐怕这一点是美国的北约最不愿意看到的吧 乌克兰的反攻终究还是来了 只不过结果不是很好 在过去七八个小时里 德国援助给乌克兰的鲍尔主战坦克 被击毁的视频已经火遍互联网 全世界都亲眼目睹了被西方神话的主战坦克 在俄乌前线被俄罗斯暴杀的残酷现实 事实已经证明 乌克兰的反攻 连俄罗斯的第一道防线都摸不到 乌克兰这波反击自6月7日启动 目标是在扎波罗热附近的南线战场 同时发起进攻 撕破第一道防线攻占托克马克市 紧接着充足补充装备一路往南 撕破第二 三道防线之后 攻占比尔江斯克和马里乌波尔 将俄军从亚素海西北沿岸赶走 乌克兰的反攻计划野心十足 但无奈一线乌军实际执行力太过辣眼睛 还没摸到第一道防线 就被俄军连续两波猛烈进攻打得满地找牙 装备精良的乌军第47机械化旅 是此次扎波罗热反击战的主力部队 6月8日凌晨该旅兵分四路 企图依靠包二主战坦克和美支布莱德利布战车 为主力的装甲纵队撕开俄军防线 哪支俄罗斯根本不和乌军玩甲弹对抗 在航空侦察或许乌军装甲纵队行进路线之后 俄军先是在乌军必经之路布满地雷 同时满载涡流反坦克导弹的卡52直升机在空中待命 后方还有152毫米口径火炮在等待 从俄方公开的视频来看俄军的战术很简单 带车队投车处雷 或者被卡52反坦克小分队开灌某一辆车之后 立即呼叫后方的大口径火炮 对乌军装甲纵队所在区域进行火炮覆盖 这种情况下不管是鲍二强大的正面防御能力 和卓越的穿甲能力都没有用 因为俄罗斯根本不用主战坦克和鲍二 A6硬碰硬 直接利用空射反坦克导弹和大口径制导炮弹 对其进行立体打击 这种打法别说鲍二了 就是美国把最先进的M1送上去也是这下场 而且可能比鲍二还惨 或许是因为北约给的装备不心疼 乌军在装甲纵队其中一辆坦克或者装甲车 出雷之后直接汽车跑路 然后留下一堆鲍二和布莱德利不战车 组成的装甲车队排队等俄军点名炮决 德国人看了估计血压直接能飙到晕过去的程度 崭新的爆爆送到前线 没几天就被烧成爆爆 一是英明全毁在乌军手里了 更扎心的是 德国估计怎么也想不到 几十年之后居然还能看到自家暴式坦克 在乌克兰的平原上熊熊燃烧的一幕 接下来乌军装备后援清单中 应该很难再看到来自德国的豹二了 截至6月9日可以确认乌军在扎波罗热的反攻中 至少葬送了三辆鲍二坦克 四辆布莱德利不战车 另外还有四辆鲍二坦克被遗弃 其他型号坦克和装甲车的损失目前难计其数 不过也没人关心 现在全世界只关心 乌军什么时候把德国人送的鲍二霍霍完 根据公开数据 德国一共给乌克兰援助了14辆鲍二坦克 而在过去72小时的大反攻中 算上一期的鲍二 乌军已经送掉了7辆 这意味着未来几天内乌军还能送一到两波 等到德国鲍鲍送完之后 泽连斯基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向美国伸手 要M1坦克 当然俄军这一仗打的虽然干净利索 顺便还拿了鲍二在俄乌战场上的一血 但是乌军的反攻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在抢修重组之后 乌军应该还会利用机械化装甲铝 对俄军防线展开冲击 未来半个月内扎波罗热方向仍然不会太平 直到乌军把所有北约制机械化铝全送完 然后等待北约的下一步指令 扎波罗热这一仗也给全球观众上了生动一课 都2023年了 如果有制空权和制电磁权的优势 谁跟你玩假弹对抗这样的真男人大战 直接空中开瓢加精确制导炮弹硬砸就完事了 所以战争从来没有规则 我会想起来就完事了 我会想起来就完事了 你会想起来就完事了 我会想起来就完事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